朱玲玲报喜,霍启山终于要结婚了,新娘背景曝光原来真的是她,霍振庭当场签十亿人民币支持奖励,梁芳家庭都很满意天降缘分,郭晶晶表情说明一切。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记录了某网友在广东海外联谊会上偶遇霍启山的经历。 作为香港豪门货家的第三代,霍启山身上充满着奋斗向上的正能量,她的出现也让现场气氛更加热闹,穿着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留着干净利落的发型,整个人散发着帅气的精英感。 当有人上前打招呼时,霍启山立马起身并礼貌地打招呼,她的身识风度和低调谦逊也让人印象深刻。 在和女士聊天时,霍启山一直侧耳聆听并且面带微笑,展现出她的亲和力。 热聊结束后,二人还合影留念,霍启山全程保持着适当的社交距离。 这段视频已经曝光,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众人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霍家的家风,尤其是霍启山这位千千有礼的贵公子。 作为霍家第三代的代表,霍启山,霍启刚和霍启人的事业发展和感情状况一直备受关注。 霍启刚已婚,和郭晶晶的感情让人羡慕。 最近,何超穷和霍启山也参加了香港总商会的会议,与众多商业精英一同合影留念。 在合影中,霍启山和何超穷站在第二排的角落里,显得有些不起眼。 李嘉诚的大儿子则抢尽了镜头,稳居C位。 不过,低调的何超穷只能站在最后一排。 霍启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来要找老婆,一定要像大嫂郭晶晶一样贤惠。 三观正,最重要的是勤俭施加。 作为一位家族成员,霍启山不仅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对孩子们的教育也非常用心。 虽然曾经和张子怡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家庭反对,最终两人选择了各自的道路。 如今看来,张子怡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那些拼命追逐豪门的女星不同,她选择了事业,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演员。 而那些为了身份和金钱,而嫁入豪门的女星,却有些得不偿失。 例如梁洛诗,虽然为李泽凯生了三个孩子,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最近赌王家族和霍氏家族走得很近,霍启山和何超穷也经常通况。 可以看出,霍启山已经成为家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据悉,她在香港的文化建设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都是她努力工作和用心教育孩子的结果,霍氏家族的兄弟们一直都在努力扩大家族的实力。 而霍启山则选择了在香港商界发展,霍振廷非常庆幸拥有这么两个出色的儿子。 与霍启刚相比,霍启山已经40岁了,但仍然是单身。 自从和张子怡断绝关系后,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生意中。 作为一位厉害的扶三代,霍启山从未传出过任何绯闻。 她透露自己羡慕哥哥,拥有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能够相处融洽的另一半。 现在,她已经成为了一位钻石王老五,我们都很好奇她未来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霍启刚似乎还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所以现在的霍氏家族,霍启山已经成了标志性的人物, 就像赌王家族的何超穷一样,成为他们家族中的领航者。 从曝光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天的霍启山,身穿一身深蓝色的戏服搭配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带帅气十足。 在与众人合影中,也只有霍启山是最年轻最帅气,也是最有前途的超级服三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活动中,赌王家族的标志性角色和超穷也出尽了,两人同框给人一种非常强大的商业气息。 当天的和超穷打扮也很优雅大气,换掉女性的服装,穿上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衫,女霸道总裁的形象立马呈现。 在搭配他那格纹休闲裤和增亮的皮鞋,更加让和超穷多了一层霸道女强人的气场,和超穷那白皙的皮肤和标准的身材,瞬间让大家感觉他不仅有颜值,还非常有才华。 在商界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角色,和他的爸爸和红参不相上下,也难怪赌王和红参把家族的重担交给他。 据悉,和超穷和霍启山这次参加的会议是关于多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是由岁港澳三地联合主办的共驻生态融创湾区2023年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发展交流会。 目前在澳门已经如期举行,和超穷、霍启山等港澳两地杰出人士受聘为新任名誉会长,他们将共同致力于为岁港澳三地企业和机构搭建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平台, 为岁港澳三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合作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记得三天前和超穷和霍启山也同样参加了香港总商会,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精英人士也是非常多, 在大合影的时候,霍启山和和超穷站在第二排的角落里面非常不起眼。 据悉,当时李嘉诚的大儿子也来了,李嘉诚的大儿子非常抢劲,还稳居C位, 其中还有林建岳等香港的商业大佬,低调的和超穷也只能站在最后一排, 也不知道最近赌王家族和霍启家族走得这么近,经常看到霍启山和和超穷同框, 不得不说霍启山已经在家族中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据悉,霍启刚在香港的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霍启山就往香港商界发展多一些,兄弟一起扩大家族的实力, 估计也是霍振廷的意思。 而霍振廷拥有这么两个厉害的儿子,也是霍氏家族的福气。 和霍启刚比起来40岁的霍启山还是单身未婚状态。 自从和巨星张子怡断绝关系后,霍启山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生意中, 这么厉害的福三代从来没有传出任何绯闻。 不过据霍启山透露,他看到哥哥有太太郭晶晶, 还有三个小孩,很幸福,自己也很羡慕,希望找到能谈得来的另一半。 现在也熬成了钻石王老五,真好奇他未来另一半的样子。 2004年,21岁的霍启山应邀参加魔内阁王室举行的慈善晚宴, 刚好,当时青春正盛的张子怡力走国际路线,也参加了这个宴会。 或许是同为亚洲面孔的亲切感,又或许是张子怡过于出名的原因, 年少青春的霍启山与国际章简短的攀谈之后,满眼便都是他的温婉可人了。 两个人是什么时候明确关系的无人知晓,但两个人爱得热烈而秘密, 不惜抛开不同的身份,相差四岁的年龄,高调于大庭广众之下拥吻。 很快,国际章的名气越来越大,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而这时的霍启山则大学毕业,开始回归家族企业工作, 但他们用自己的办法在各自百忙的生活当中,与对方甜蜜相恋,紧密相依。 以张子怡当时的名气,嫁入霍家也算不辱墨他家吧。 可谁承想,相恋两年之后,霍启山却失恋了。 不是他抛弃了张子怡,也不是张子怡不要他了,而是友好的和平分手。 这其中的原因,局外人一直弄不清楚,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是霍家嫌张子怡名声不好,也有的说张子怡无法接受嫁入霍家就失去自我的现实。 不论是因为什么,反正霍启山就这样回归了单身。 而这段爱情是他的初恋,有记录的恋情,这对年纪轻轻的他影响应该蛮大的。 当时,霍启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写下这样的话,从此以后斩断红尘青丝,致死心如灰烬。 显然,这是将张子怡当成真爱了。 那之后,霍启山着实放纵了几年,一直到2009年,她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女性,就是来自斯洛伐克的模特李卡索瓦。 据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相恋四年,霍启山一度要向李未婚了,但因为家里人不同意,最终还是分手了。 可有资料显示,李曾经针对此事对外说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相识了四年,她霍启山不需要追求我,她有好多女仔追。 所以霍启山这段恋爱真真假假,让人有点摸不透。 毕竟,李身为模特,而且有过大量的内衣走秀,真空与男模合作的经历,想来霍启山应该很明白,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吧。 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霍启山31岁的时候再度成为单身,一个真正的钻石王老五,成熟而且事业顺利,成为家族企业的副总裁。 随后不久,媒体爆出霍启山正与赌王之女和超联恋爱,两个人触双入队,不论是家事还是形象,都非常大。 实际上这算不算恋爱呢? 还真不好说,因为霍启山与和超联很早就相识,两个共同家事的孩子,青梅竹马玩到大,如果有恋爱的话,是不是早就擦出火花了? 当然,不排除霍启山后知后觉,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和超联野蛮和自己的胃口,而且又相互了解,从而走到一起。 只不过,外界都知道,这个时段正是和超联失恋的关键时段,他与吴克群在一起四年,最后确信幽怨离开,其内心势必会为情所伤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吴克群流泪,我不会记恨,我要往前走,不会再执着一切真真假假。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来,当时和超联应该受伤不轻,而霍启山刚好成为照顾他,关心他的放心人选,两个人于是同进同出的关系密切起来。 但谁又能想到呢,好不容易走出失恋阴霾的和超联竟然扭头爱上了豆硝,霍启山这个大哥哥,恐怕连爱字还没说出口,便急忙忙地逃了吧。 注定有缘无分,哪怕在熟悉,在友好,与爱情之间终究有着跨不过去的距离。 十年时间,霍启山就这样兜兜转转,在感情的漩涡之中起起伏伏,爱过,伤害,错过,而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大事随波逐流的原则,从没因此而与谁将就过婚姻。 如今,霍启山39岁对于爱情从不回避,但却依旧坚持要等到自己真心爱的那个人才肯结婚。 这种随波逐流,很明显已经变成了随遇而安,只不过,人生即将过半,还有父母的催婚,霍启山还能再职逐多久呢? 突然想起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年轻时我们放弃,以为那只是一段感情,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一生。 但愿霍启山没有在年轻时真的放弃了一生,但愿他喜欢的姑娘早日出现。